我现在回家 我会尽可能地 把家 把自己的卧室弄乱一点 真的是 我需要 我真的是故意弄乱 有的时候 其实我父母 我母亲说过一句话 让我觉得 那时候心就像 在拧了一下似的 真的是 我母亲说 我的孩子虽然是我生的 但不属于我 因为有的时候 我过年是回不了家的 我今年大概第十 我相信我第十几年 没回家了 如果今年要回不去的话 应该第十六年了 我的天 第十六年没回家过年 所以 所以咱姨对我 基本上人生的 一半多的时间 对对对 没有回家过过年 没在家过年 原来在家过年 家人会把好吃的 他们都摆在桌子上 一起吃 但是随着现在 不回家过年 我奶奶 我奶奶原来 就是还清醒的时候 我奶奶心 因为现在 这个老年病 他不计人了 他离最近一次 他还算是比较清醒的时候 他知道我愿意 喜欢吃那个汤圆 他把汤圆 那时候就已经开始 有一点了 他把汤圆 从桌子上拿下来 然后就说 这个放在冰箱里面 我要给 给小龙留着 就是我叫小龙 小明嘛 放在冰箱里面 给我留着 那时让我觉得 哎呦我天 我说这亏钱 家人亏钱太多了 所以 我现在回家 我现在回家 我会尽可能地 把家 把自己的卧室 弄乱一点 真的是 我需要 我真的是 故意弄乱 有的时候 让他有一种 你在家生活的那种 气息和状态 对 我在家 把衣服 故意往地上扔 然后箱子 故意弄特别乱 我看我母亲在那 给我收拾 她为我付出 她是很 她是有那种满足感的 我想让她知道 我回来了 我们家人在一起 你为我 在给我 像小时候一样 在帮我收拾 在帮我打扫 有这种想法 谢谢